朝鲜罗仙特区位于中国和俄罗斯边境附近 这里有温水港口 是朝鲜非常重要的特别经济区 据法新社报道 诸如中国拥有的水泥厂等外国公司 享有税收优惠和法律让步 当局以此鼓励这些企业在这里经营 然而国际社会针对朝鲜发展武器项目 制裁朝鲜政府的举动正在这里产生影响 从中国那方面来说 就是说很多属于说联合经营的东西 双方直接的这个是资金交流方面 可以说也可以说切断了 这里曾经有5000多名外国商人 大约80%来自中国 然而一些人自制裁开始冲击这里之后就离开了 负责在罗仙招揽投资的人承认 限制措施已经产生影响 但仍然对制裁表示蔑视 在最高统帅的领导下 我们的经济基础得以巩固 国力得以增强 因此我们的人民不会在任何制裁下萎缩 金勇南称 罗仙特区已经收到大约5亿欧元的投资 其中三分之一来自朝鲜国内 其余来自国外 然而有专家表示罗仙特区发展的空间正在被挤压 朝鲜自己发展这个经济趋势是有局限的 他们需要外国资本对这里积极的投资 以便获得成功 针对朝鲜的制裁会让此类外国投资进入朝鲜变得困难 朝鲜发展这些经济区的计划 现在来看也将难以实施 罗仙特区希望利用其临近俄罗斯和中国的优势将更多外国货物运往海外 联合国八轮制裁已经禁止朝鲜出口从煤炭到海产品和纺织品在内的一系列产品 随着朝鲜近期再次试射导弹 这个禁令名单或许还会被延长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